科举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的读书人 没进学校 就是在家自学 念了点书 经书史书念过一点点 这些人叫什么 叫童生 因为这个童生 为什么叫童生 童生都是小孩 就是说这种 还没有到上学年龄 或者是小孩 就是说都是小孩 还没进学校的 叫童生 但是实际上 童生有很老很老的 因为有的人就第一关 都过不了 怎么也进不了这学校 就很麻烦了 童生就得 就是说你要想进一个 学校读书 那得考试 不是说我报名 花钱这么进的 我得考试 当然这个考试 那还是比较简单的 也比较入取的面 也比较稍微广一点的 这个考试叫童试 童试有各种各样的童试 有县试 府试 院试 县就是县里面负责的 有的时候是府来举办考试 有的时候是院 院就是一个省 一个省的教育官员 就来主持考试 反正有不同的一些名目 但是都是预备考试 叫童试 童试通过了 就进了一个学校了 那就成为生员了 到这个级别 那就和一般老百姓不一样了 因为他是个读书人 就等于是个国家承认的读书人 也俗称为秀才 大家看《如丽曼室》里面 翻禁中举 翻禁第一关 还得考上秀才 一开始翻禁就是比较差的 那么老了 连秀才都当不上 所以他岳父就老 看不起老骂他 后来考上秀才了 总算让岳父来 给他喝了回酒 反正就是请了吃争饭 那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值得祝贺 起码这第一关已经过了 但是你刚上 你当日的生员 你还不行 你离那关 你还远着呢 所以你还得折腾一关 学校里面各种考试 就往上升级 熬到最后熬出一个科举身份来 就是一定的年头和一定的资历 包括一些成绩 最后你就有资格报名科举了 这叫科举生员 从这开始 好 你就准备考试吧 第一关相识 就是各省的科举的第一关考试 相识 相识一旦考上 成了举人 那就好了 就是说到举人的时候 你就是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制度上 举人就可以直接去 立部报名 请求安排工作 他就有资格做官了 但是在明朝或者包括清朝 绝大部分人 都绝不会在举人这个地方放弃 既然已经过了第一关 他要过第二关 因为过了第二关的话 那他真正的有 就是前途比较好 那第二关就到中央来考会试 会试第二关通过了 就重要了 就是成为共识 过了第二关 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关以后呢 还有第三关 第三关就简单 第三关就是说不淘汰 基本是就是一个复试 重新排名 当然如果你某人 在第二关考的一般 但是只要你过了就行 第二关不要考太好 只要你过了 在第三关一排名 万一排到前面 排成一个状元 那你就赚大便宜了 第三关是个复试了 就是一个 而且基本不淘汰 就是重新排名 那就是进试了 这就是最 最理想的结果 就到此为止了 就算相当于我们今天拿到博士学位 差不多了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还不肯罢休 还要接着再念 那个 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有博士后那样子 那么在明清有叫做树籍式 这个就是明清的明朝新发明 就说 亲世你到头了 就可以做官 但是呢 还会有一些人呢 还有还会有少量的机会 就说你也可以不做官 你可以选择到那个汉林院里面去 继续再念三年书 啥事也不干 就是回家给你他补贴 你再念三年书 那就是继续提高你的文化素质 什么各种之内 然后呢 那个那个 这个三年结业再出来做官 这叫树籍式 这就更厉害了 这就叫做那个 相当于博士后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台阶很多的 那么最关键的呢 当然举人可就要紧了 当然举人的话呢 你就是官了 你一下子老板 你的身份拉开了 你看那翻证重罪里面 翻证重罪以后 是什么情况 完全就变了 第一关虽然是 当然秀才 那还不算什么 过了举人 这一关是最要紧的 但是呢 你当上举人以后呢 就说你和老百姓 你是拉开距离了 你在一个小的民间 你在一个地方呢 那你当然是有偷偷脸 但是你要长远来看 你想在某种更大的发展 你还得接着往下考才行 不考还是不行 光那么举人的话 你对老百姓是可以发发威风的 但是在官长方面 你还是不行 我们举两个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举两个名人的例子 就是那个晚清的曾国藩 和左宗棠 就是 大家反正近代是马上教学 像曾国藩这个人 当然非常有名 那曾国藩我们就说 即使没有太平天国 这次战争 曾国藩也会在历史上 留下影响 也会被编入 那个清史稿的列传 我基本可以断定 为什么呢 因为曾国藩就是各种考试全部通过 已经考到最后一级 树黎师都已经毕业了 就说那个 就等于他整个的教育 全部都各种学位全拿到了 而且他的曾国藩的表现又很好 又勤奋刻苦 文章写的也好 名声也很好 即使当时和平年代 没有付出任何事 他不用他办乡军 他最后一定会 会当一个很大的官 然后呢 会被写入 编入历史 这根本被肯定的 但是跟文章同志 那个祖宗堂就不同了 祖宗堂就是 考到举人这一关是过了 下面就怎么也考不上了 那他就不行了 祖宗堂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话 他就是一个举人的话 他历史上不会提到他 他不会有什么业绩 他不会可能做 最多也就做一个中下级官员 就这辈子过去了 但是晚清的那个机会 打仗 有这样一个发挥才能机会 虽然这个举人 那祖宗堂也很厉害 最后就通过带兵打仗 最后积累了功劳 最后当的官和曾国藩一样大 这就是时代的影响了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 他是几乎是没有的 反正科举考试 还有好多 什么美籍考试的名字叫什么 那些第一名叫什么 这些东西 有一些都和前代也差不多 但明清就更加叫的常见一点 那么关于科举 有很多文物 像北京的国子舰里面 现在还保存着将近200块的提名碑 就是每次考上近视 都是一个大事 就是这些近视 都得大家就同一届的 背录取的这些人 他会有一个纪念活动 包括刻一块碑 就是这一年都是谁 录取的谁谁谁谁 存着好多在北京国子舰 那么在包括 今天也能见到 科举考试的一些卷子 包括一些所谓的金榜 就是公布的榜文 这都是在当时很重要的东西 反正而且在明清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顺口溜也好 或者叫什么谚语也好 就是说科举如何如何的重要 比方说这样的谚语叫做 不敢望子弟为圣贤 亦当望子弟为顶甲 就是说培养孩子 圣贤这个事不好说 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标准也比较不好把握 能不能成功 但是那个不好把握 这个好把握 顶甲就是说 科举 就是考头一名 那考上以后 那这一辈子算是有保障了 而且整个家庭的 一下子就脱离了老百姓的阶层 就上升到官僚阶层里面去了 就社会流动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所以对这个人来说 只要家里有点钱的人 有一定的进行能力 一定要让孩子读书 就将来最高 最大的愿望 就是考上科举 这种状元的最理想了 但这个竞争很激烈 但是没办法 这条路还是 就是等于是好多人 改变自己身份 改变家庭地位 这一个 还可以依赖的 这么一个管道 我们看那个 明清的这种 小说画的画 画的读书人 每天跟他 趴着睡着了 做梦 就梦着是自己 哪天中了状元 但是科举不好考 一个不要说竞争激烈 就是他这个考试 这个整个的过程 就很痛苦 因为他要连考三天 然后你只能是 到这考场里面 科举都是有 专门的考场的 叫号房 然后一个一个小格子 然后这人就是在里面 白天在里面打卷 晚上就在里面睡 他就两块木板 插上以后 一高一低 就可以当凳子和桌子 放平了就可以睡觉 很辛苦的考试 这机场考的不容易 关于这些过程 有谁写的 就是文学教学里面 写的特别多 来而在之义里面 普松林就写到 他打个比方说 秀才入围 有其词也 他说的是第一关相识 他说他连打七个比喻 说去读考试的人 一开始叫做白足提篮四盖 因为什么 因为考试你要进考场 他的整个穿的衣服 还不能太多 因为怕你鞋带 怕你作笔 穿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衣服 而且还得几乎光着脚那样进去 拿一个篮子里面 放点什么生活必需品 文具 就和要饭的一样 唱名是滚喝力骂四囚 就是等于排队进去 又搜身 就等于是很不受尊重的 又推推嗓嗓什么的 反正就是挺惨的 叫做四囚 进了号房以后 叫做空空生头 房房露脚 似秋末之冷风 就和一个大风窝一样 突然伸出一个头 伸出一个头 就是这样一种歌局 连考几天出来以后 考读云头转向 叫做神情长谎 天地一色 似出笼之病鸟 基本上元气号差不多了 然后就等结果 这个等结果是非常折磨人的 等成绩 说等了之后 一会想 一会考上的如何如何 考不上如何如何 这样想的就说 坐立不安 行坐难安 则是背地之脑 就和一个猴子一样 那样急的 突然被人家来报告 说没考上 一下就崩溃了 神社粗便 战然若死则是耳朵之鹰 和苍蝇 一下就动不了了 就崩溃了 不绝也 然后刚考不上的话 是狠手打击的 说干脆我一怒之下 我不考了 首先是大骂这些考官 撕横无目 鼻目无灵 我一怒之下 我不考了 把这些书全部都扔掉 一把火烧掉 拒之不已而遂踏之 踏之不已而投之拙流 以后我就不干这个行了 再要以且夫常位之文经魔者 谁要跟我再提这个 什么叫且夫常位之文 这是八股文 八股文经常用这种句子 且夫如何常位 谁谁再露出了一个 我就大怒 但是可是时间一长 你想想你不考 你还能干什么 不管怎么着 说不定这次 下次就行了 好 最后想时间一长了以后 想想说 我还是接着考 于是说 随时破卵之丘 就好像窝被打翻的鸟 还是重新打窝 从头再来 重新再次再来 三年搞这么一次 相当折磨人 所以像这种小的细节 在明清的文学作品里面 包括笔记里面 都是很多的 那么这个资料里面 其实提到八股文了 我们要讲八股文 八股文就是 怎么说 八股文就是明清科举考试的 基本的文体 基本文体是八股文 八股文首先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要确立一下 八股文是 就是自从唐宋 主要宋代开始确立的吧 考课主要有两种考法 一种考文学 一种考经学 考经书 考文学 像唐代的那种 给师父什么的 那个也挺有名 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 考文学和现实关系不大 就不再倾向于考文学 觉得考儒家经书比较好 起码你的思想比较过硬 但是考儒家经书 又过去的考试 像唐朝考明经 就是死经被 大家也认为 死经被不算什么真功夫 好像也不怎么受注视 后来王安石改革的时候 提出来考科举 考经书 考经义 就是说我写作文 我给你出一道经书的题 你给我写篇作文 这个又能考表达能力 又能考你的思想 按说是挺好的 但是问题是 这时间一长 经义怎么考 判卷标准怎么掌握 是很难的 到底是这篇文章算不算好 它这个思想发挥到不到位 这个文字表达算不算 算不算写得漂亮和流畅 这个可能不同人 就有不同的那种标准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好办 这样慢慢的话 就是说对于经济的要求 就越来越严格 就形成了一套固定格式 就是说你必须得在 这个狠死的格式里面 把那个思想还得充分的表现出来 这个就要求 就是说你思想当然是 基本的儒家的思想 然后你还得在 这个限定的格式当中 给它展现出来 你要说我没有这格式 我随便发挥 那当然谁都会发挥 而且不好评价 现在我给你掐死一个格式 你在这个里面给我弄 弄得好就好 弄得不好 或者说由于你照顾内容 格式上写坏了 没有严格遵守格式 或者说你就顾掐格式了 思想内容上出问题 前后不连贯 逻辑上不通 这都不行 所以说最后就发展成八个文 就是这种要求你 这个形式上你得动脑筋了 所以我们北大的老教授 朱总彬先生 他总结过 八个文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是经义 就是说是从经书里面早提 第二个是带圣贤立言 那你这个就说 首先内容上是经书 第二个是思想上面 思想上你一定要模仿 圣贤口气 就是孔子 或者孔子学生的口气来说话 你不能瞎说 你比方说 那个经书里面 论语里面说 学而实习制 这样一句话 好 比方说拿这句话来出题 现在行了 跟你作文 学而实习制 就是标题 你写作文吧 写的时候你得模仿 孔子 如果孔子给学生讲课 学而实习制 这个意思 他会怎么产发 如果学生 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写作业 他会对这句话怎么理解 你要这样写 你不能下写 不能模仿 就是说 首先不能违反儒家思想 其次你不能用 那个后代的典故 用后代的一些知识来写 必须得模仿圣贤口气 这就挺难的 其次你写出来的文章 你还得八股对账 所以这三点是相当不容易 八股对账的话 八股文是这样的 它应该要求 一个规范的八股文 应该有这么些结构 但是有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严格 但是中间 这几个股是必须得有的 没有这个就不叫八股文了 理想的八股文 可能比较典范的 应该这样 比较破题 就是说给你个题 题是有的 你从这题开始写 破题进入正题 反正得有一段文字破题 一段成题 起讲入题 这都是铺垫 铺垫下面开始分鼓了 然后它的关键部分 就是突然来两段排比的文字 这叫起二股 中间再小过渡一下 再来两段中二股 再来两段后二股 再来两段竖二股 最后在一个小节 把文章收入 写完之后 字数差不多就这么多字 意思要正好说完 不能说这个意思 我前半节刚说完 我文章就写 八股学用完了 这就不行了 一定要文 格式上 内容上要求文字也完了 意思也完了 情怀的连贯 这个不容易的 八股文 我们过去都评价是很低的 而且不够评价低 自从古代评价就很低 好多人骂他 但是我们在这想讲 也有人说的好的 说的好的就是说是八股文这东西 其实不好写 是很见功利的 就是说那种逻辑 和那种文文字表达 你得相当高的那个水平 在固定的字数里面 固定格式里面 把那个意思给 说的特别流畅完满 不容易 像周作人 包括钱基伯 钱基伯是钱龙书的父亲 像这样的大人物 都说八股文其实是 其实是一个很练之力的东西 但是你要是会八股文的话 八股写的好 你这个人肯定是不会笨 一定是一个 那个那个干别的工作 应该也都不差 这样一个人 那么在明清也出过 像是什么叫做 致意从化这样的书 就是专门研究八股文的技巧 这样的书出的多了 那个那个大股文 现在大家都不了解了 其实在明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就举几个八股文 没有办法全部讲了 就就就就那个 以两个例子 就是说什么叫二股 我们看这儿有提二股 中二股 后二股 术二股 我们就拿一个二股来看看 就是那个 我们这举一个例子 就是叫做 一个明朝人叫龟有光 他的这篇八股文的标题叫 紫月十三百 一言以避之月四无邪 好 这整个是一文语的一段 拿不到做题了 那下面你 等于他这篇文章也很长 前面我们就会 后面我们不引了 我们就那个 把它拿出两股来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对账是这样的 它的对账不是像那个 偏体文那样什么四六的那种 像魏晋南北朝的偏体文什么的 那么整齐 它是可以不整齐 但是关键地方一定要对上 就是那种巨式 主卫兵的结构 那个 识词虚词的位置 整个这个起程转 这个一定要对上 你看上去字不大一样 但是其实的意思 完全是前后连贯 而且它一扬顿挫 音节还得 就是情节还得好 所以这头一半段说 比其什么什么者 什么什么 其之什么也 然而什么什么 所以什么 要以什么而 下面说 其所以什么者 什么其什么也 然而什么之间 所以什么 要什么 反正就这样东西 就是它的 你要你自己看下去知道 它是看上去有点不知所云 但是它其实你要结合全文来看的话 它是一定有一个逻辑关系的 这个东西还是 但今天的人看上去 的确不容易喜欢那种文章 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在那个时代 或者一个读过金丘的人 他会觉得写这样的东西